政府咨询行政会议之后决定 放弃西九龙民园艺术区的原有计划 会成立咨询组织重整计划 政府也不再坚持起天篷 政务司司长许氏仁说 西九项目并非推倒重来 地产建设商会和西九联席都欢迎政府的做法 先由陈培营报道政府的说法 许氏仁说三个入位财团 这个星期一都没有明确表态 会不会按政府在10月提出的新建议继续参与项目 我们不得不接受 公众要求和市场现实是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政府将不会依照原有的发展建议邀请书 就是那个IFP的程序继续去推展西九 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重新整装上马 迅速推进西九 他说发展商曾经要求政府 澄清计划的内容 包括三百亿基金的安排 去年十月政府提出 加进新发展规范和条件 是建立于民意的基础之上 我们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阶段 与入围建议者作任何的讨价还价 否则就是背弃民意 很明显政府这次是全身而退 或者是某个程度可以说是推到重来 我想对于政府处理我们当行政和律法 不同意见的时候这种态度我们觉得是好的 许试人后来在记者会上就解释 西九计划并非推到重来 依然我们觉得是有很强的理据 和社会的支持是继续推进的 所以绝对不是推到重来 他说政府现时首要工作是 在原来的设施基础上 重新审视西九核心文化设施的需要 政府会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下设三个小组审视表演场地 博物馆和财务需要 三个小组都不会有地产界人士参与 至于地产界在计划的角色 政府未有定论 而负增议的天蓬设计 未必会再成为招标条件 三大政党和西九小组委员会 都欢迎政府的决定 今次行政机关接纳了立法会的报告之后 能够将西九文化艺术计划 重归正途 能够尽快回应市民 对于一个高质素文化艺术区的诉求 咨询委员会预计九月向政府会报工作成果 作为制定西九新发展模式的基本考虑 政府说到时就有足够资料 考虑在什么时候成立法定独立机构 继续推荐西九项目 毛线连事记者陈沃银报告 行政会议成员范银宁说发展西九龙 未来必须顾及商业现实 和要消除市民利益输送的疑虑 何文文报道 行政会议成员范银宁表示 三个入围财团选择退出 是因为政府加入的条件 令每尺楼面成本接近万六元 过百亿的投资 回报其长 风险和回报不对称 商业上可行条件 如果有怎么会三个这么大的财团 都同时退出 计算不上数 他又说西九计划已经进行了五年 如果推倒从来很可惜 他又表示 发展商提出的设计很具创意 未来最理想是以公司型合作的模式 要公司合营的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必须有一个机制 令到市民对输送利益这件事 那个疑虑可以消除 第二件事 就是出来的条件 一定要顾及商业现实 范铃宁又表示 下一步西九计划 要考虑限制支出 加大收入 例如现在1比1.8的地址比率 可不可以提高 住宅面积可不可以增加 他又说 取消天望 以及避免被地产商 参与日后的西九龙民渔区管理局 都有助消除市民对利益输送的疑虑 母亲电视记者何文文报道 其中一个入围财团艾林华 尊重政府的决定 而另外两个财团就没有回应 至于地产建设商会和西九联席 都欢迎政府的做法 期望尽快推出新的计划 地产建设商会认为 政府推倒西九项目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期望政府尽快将项目重新上马 西九联席也都欢迎政府的决定 希望可以在大半年之内推出各方都接受的方案 包括单一招标的问题 包括天幕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政府都必须要证实 但是我想比较遗憾的就是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政府早在回归之后 已经开始规划西九文渔艺术区发展蓝图 计划引发的争论在03年开始 政府以单一招标的模式 邀请财团参与计划 受到多方面的批评 有人指为官商勾结 也有人反对天蓬的设计规定 政府在去年10月让步 取消单一招标 分拆部分的土地给其他发展商竞投 有要求中标的财团先支付300亿 成立基金维持西九的营运 不过立法会成立小组委员会 在去年7月和今年1月 发表两份研究报告 要求将地产和文化发展分开 西九项目重新推展 意味着西九的地皮 未来几年都可能还是雕空的 旷未逢现在就在西九龙的海滨长浪 对了 居民怎么看呢 李俊和一些附近的居民谈过 他们就说其实西九这块地皮 已经雕空了一段时间 现在要再重新规划 很可能又要空置多一段时间 从运用公帑的角度来看 觉得是一种浪费 有住在西九龙文渔艺术区附近的居民 反对重新规划 地产界人士就指 西九龙文渔艺术区原本的规划 可以供应过千个豪宅单位 市场未必消化得来 对附近楼价构成压力 现在重新规划 可以押后供应 对楼价有支持 楼市的供应是少了 我想对那边附近的楼宇 价格是有上升的趋势 如果看回情况 我想短期内 譬如说三个月左右 我想起码有 约3-4%或4-5%左右升幅 也有居民认为 如果这一带的文员艺术设施 可以尽早落成的话 不单只可以改善附近的环境 对楼价相信都会有一定的支持 我们在现场的报道暂时 将时间交给赵华珠